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有些分别,这个就深色一点,这个浅色一点 两个都可以用,因为这两个番薯都很软 完全适合配这个番薯炒饭 但是如果那些纸心番薯就不好了 因为那些番薯比较干身和硬一点 加起来就比较失真一点 而煮之前,我们要把番薯压烂 否则一会落到锅,拌不均匀 看见番薯苗差不多熟 就可以加入白饭和番薯 师傅就建议大家用新鲜白饭来炒 就可以做出软和顺滑的口感 我们将放入碗中,铺平一点 轻轻按住它 用一个碟,盖住碗面 一反转,然后拿起碗 这样就是一个很美的构图 好了